你可能不知道 有一个台湾美发品牌 坚持MIT品质行销全球 成为国际知名美发集团 节目今天就要带你了解 他们如何成功 应该就是要把美丽传达在每一个人身上 让每一个人更有自信 那当然这个产品里面我觉得 第一个包装看得高兴 喜欢 闻得也喜欢 然后再来就是用得也安心 然后可以协助他完成他想要的风格 坚持要让大家享用兼顾美丽和健康的法品 要完成这个使命 二十多年前 董事长蔡隆才决定自创美发品牌 并自行研发产品 要创造一个自创品牌以台湾为起家就不容易 但是你要有掌控品质 其实研发团队是很重要 那研发团队它控管所有的原料的来源 所以基本上你要为你的客户把关是很重要 要确保你的每一个客户拿到的产品是很安全的 虽然以专业 创新 品质作为研发理念 拥有优质产品 但初期作为无名的自创品牌 只能耐心拜访一家家Salon 我们董事长就是秉持着那种所谓的体验的概念 那大量的散发那种试用品 因为对品质的信心 蔡隆才让使用者亲身感受 加上业务对待客户的真诚 成功拓展台湾市场 董事长他带我们像家人一样 那也吩咐说我们对客户这边的话 也需要像兄弟姐妹这种相处方式 产品在台稳定发展后 蔡隆才也想朝向国际市场 推广MIT的优质产品 因为他觉得台湾的产品绝对可以出口 所以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从成立研究室到广汽部到所有的部门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产品 可以跟国际上做竞争 刚开始当国际参展 台湾品牌就提到了铁板 从早期我们在国外参展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我们的产品很喜欢 但是他第一个就问 Where you come from 但是很多人他会因为台湾来了 第一个可能就掉个头就走 但是后来为什么慢慢很多人 可以希望上我们的产品是因为真的品质 在国际上成功的关键 同样取决于品质 他们不仅让MIT品质发扬国际 有时也扮演起美法外交官 其实MIT绝对是可以骄傲地说出来 我每次我们到一些国家拜访的时候 第一个我的简报里面 第一个一定先秀我们台湾很多很漂亮的 什么阿里山或者阳明山或者东部 很多很美丽的景色 然后再来介绍公司 因为我知道我们从台湾来 所以一定要先让人认识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品牌 之后他们的集团不断扩大 行销到全球四十多个国家 堪称台湾之光 而品牌能长久经营的秘密 更由于耕耘教育面的成果 在教育里面我常说 学习力就是竞争力 所以教育是我们公司一个很重要的主軸 每一年在我们营业体系里面的固定 5%是拿出来做教育的 对内部教育的用心和国际知名度 让他们受到国际美法学院的青睐 受邀代理其教育体系 就是在1997有美国芝加哥总部 派了他的那个 Marketing的人员来到台湾 希望我们可以代理标榜的教育体系 深入到很多学校这样子 所以当下我们当然二话不说 因为教育是我的坚持 与国内科大结合 改变原来的美法教育体系 提升了台湾新神代的水准 一般早期的法郎都是师徒相守 他缺少一种叫做系统化的教育 那标榜他可贵的 就是他全部都是有浅入深 全部都是用一种类似科学式的教育 经过系统化教育的台湾学生 在今年世界美法杯赛夺得傲人成绩 显示我们的美法记忆已赶上世界水准 蔡氏夫妇的教育理念 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还强调心灵层次的圆满 我常说希望我们的员工 可以身心灵都可以整合 你要真的做到这样 你才可以在这里快乐地工作 他们的企业文化凝聚员工 共同为客户付出 这种团队精神也反映在 美法秀的成功演出 未来他们还要不断进步 让他们的产品更普及化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 就是做一个转型的动作 年轻化往上来做一个调整 开发静置塔顶端的客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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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